小伙伴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白昼雪姬妙飞和云朵柔柔妮姆 她们为什么要来到迷你世界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她们想来就来呀 错 你们难道不好记 她们为什么要来到迷你世界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妙飞 她非常的可爱 如果你喜欢她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妙飞和妮姆 她们非常有趣 小伙伴们你们看 在妙飞的头顶 带有一个猫咪发卡 而在妮姆的头顶 是一个小狗的发卡 并且她们两个是一对 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妙飞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她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官方大大 在妙飞的简介中写 想认识她的人 已经排到虚空之外了 并没有写 她为什么要来到迷你世界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在 云朵融融妮姆的身上 她也没有写 为什么她要来到迷你世界 那么她们两个 究竟为什么要来到迷你世界 今天我和学姐找到了原因 小伙伴们你们看 妙飞和妮姆 她们正在露营 并且官方大大提示 她们的家乡在梦幻岛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她们的梦幻岛正在建设中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妙飞和妮姆的家乡被人破坏了 现在正在建设中 她们回不去 只能来到迷你世界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 那我现在也认为 我